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盘面上哪些在涨哪一些要注意吗 或者是有的大家要小心吗 请教老师 对啊我想最近的大盘被他震晕了 那比较重要的关键点是今天陈家亮是萎缩的 为什么萎缩?因为大咖有点消息了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这个概念 你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谈 像是国具 别动营键的龙头是谁?国具嘛 2327的国具 国具今天正式跌破 对正式跌破1000块了 国具昨天不是下影线很长吗? 对啊 昨天我跟你讲过 下影线代表两成一页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有一些是因为还没出货完 有一些是所谓的 基本上就是真的洗盘完成 但是如果国具昨天是洗盘完成 今天跌回来 假设明天没有办法拉回去到1000块以上的话 那可能这个族群就要小心 哦好 可是很多人说 二线的变动营键很强啊 比如说2375的质保 前天涨停板 昨天跌停板 今天再涨停 好可怕 股票市场已经走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因为他单月的获利还不错 听说是赚了八毛钱 所以他的股价就往上冲 好 但不管如何 二线被动员件今天是比一线的来得强 是 但是当一线的被动员件走弱之后 二线还会涨吗? 嗯 好 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 二线被动员件 这个被动员件涨完没有 好 那下个谁来接棒 好 谁能够继续接棒 我想这才是我们在思考的 当然被动员件你要追我也没什么意见 因为毕竟他人气 目前还有一些残余的人气 那你短线上去追 或许还有一些机会 但是真正来看的话 大概大部分都偏短线了吧 你还在追 对你还在追变动员件的 我不相信你要做长线 因为你的成本都很高了 对 对吧 大翼从30块涨到140 对 150吧 155块 从30块涨到155块 有没有涨很高 涨很高 你现在去买大翼你会怎么 你是要做长还做短 一定要先思考短 对 一定是以短为主 对 但是呢 短的部分没有关系 譬如说今天大盘 这个被动员件早盘很强 很多人就冲进去了 大翼冲进去之后 最高冲到139 收盘叫128.5 开始有一些短线的 开始会 会开始赔钱了 就好像琪丽星的状况一样 琪丽星不是并够了 除了并美累之外 又并了美睫 美睫今天跳空涨停盘 合理 他溢价两成 但是琪丽星盘中 涨大概五六个百分点 收盘叫平盘 对 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琪丽星还会不会涨 对吧 你想知道 你说呢 对 我想 我会在演讲会场中 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关于被动员件 我的看法 那将来的被动员件 会怎么走 那我会用我的 基本面的一个方式 跟各位来分享 那另外一个部分 来看的话 其实 国际跌破 这个一千块之后 那被动员件的走向 就值得关注了 要稍微小心一点 不过今天 很妙 莫是非又涨上来了 对吧 这个我的竭力 在昨天打跌停 今天变涨停 我昨天被他洗掉 对 有啦 我昨天就出掉 我先告诉你 我最近出了一些股票 其实我是在保留现金 像今天我没什么动静 那我为什么要出股票 因为他跌破我的停力点 是 好 这一路下来 大概几个我出掉的 比较就有代表做的 像1597的值得 当时我们在100块以下买 然后呢 跌破季限之后 我做了停力 跌破季限 我做了停力 那像是日电帽的部分 也是一样 这个我当时42块再买 结果涨到95块 我认为被动员件 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把 这个日电帽 站在卖方 合金一样 53块买 然后呢 66块设了停力 把它卖掉 然后呢 结力的部分也是一样 从93块100块以下买 然后呢 基本上它跌破月线 之后我卖掉 卖掉之后 昨天跌破月线 然后今天拉涨领满 这就被吸掉 没有关系 我现在都是在保留现金 那加零的部分也是一样 48块买 这个跌破60块之后 那么我就停力了 我就做停力的动作 你会发现到 我很多股票 其实比较中短线的 我已经站在卖方 站在卖方的原因在哪里 我要保留现金 等待下一个机会 所以最近 其实我中长线看好的 还是在矽金元 那可是呢 我碰到了很多的杂音 有人跟我讲 矽金元会跌到哪里 有人跟我讲说 矽金元的攻击又出来 等等 我们做股票 常常会碰到杂音 我们不要受它干扰 那如果你受它干扰的话 你的判断就会失准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是矽金元 虽然是我长线看好 将来我的操作方式 会有一些不一样 好 那你所有会员 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就写得非常清楚 那我后面会怎么做 那不管昨天怎么干扰 不管最近怎么干扰 那我的环球金 在昨天拉了一根下影线之后 今天大涨4.5个百分点 好 又回到了500块之上 来到了514 好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知道很多人 最近压着矽金元在打 我有时候想想 就是其实不懂产业的 永远在跟你谈个股 不懂产业的 永远在跟各位谈个股 他今天股票 哪一支又涨停 哪一支又涨停 但是如果你懂产业 你就会知道 我们在买的是什么 产业对了 剩下只是时间 你当初的杰力不是这样吗 我当时在买杰力的时候 杰力也没涨 一个月之后 就喷出去了 同样的 我买值得也是一样 当时100块以下买值得90块 然后最低打到85块 那边判选 然后一个月之后 喷出去 大涨上去 所以我想产业对了 才是重要 产业对了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看 矽金元 矽金元的后事要怎么做 那这些杂因到底存不存在 譬如说有些人说 他供给增加了 有些人说 国际大涨都没涨 矽金元就不会涨 这个零零种种很多 都没有关系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坚持做我对的事情 我坚持做对的事情 所以包含了环球金 包含了这个台胜科 今天也上来 但他的涨幅没有那么大 他涨了3.2个百分点 昨天带了一个长下影线 所以坚持做对的事情很重要 否则你在做的 如果你纯粹只是谈个股 谈概念 谈题材 我问各位风力发电 今天还有人跟你讲吗 没有吗 我就杀回来了 那挖矿呢 更久没有了 挖矿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们早就去休息了 对 那他们之前买的挖矿呢 希望都有下车了 怎么可能 谁套牢呢 不知道 所以我常在讲 我说 就像是汉逊 我们用龙头来看 汉逊股价最高冲到420 然后今天重挫5个百分点 跌到剩下137 你知道跌多少 跌7成 跌掉7成 那跌掉7成 只跌没有 我可不可以偷偷告诉你 他5月只赚了0.08元 怎么会这样 连一毛钱都赚不到 你觉得汉逊100多块 是贵还是便宜 听了没有 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观念 所以当时有人不敢买汉逊 我知道 但是你最敢买的叫利台 低价 对吧 2465的利台 利台啊 这个股价最高冲到40块4毛5 今天剩下19块2毛5 还在破底 还在破底 所以我想 我要跟各位谈 就是产业跟个股之间的不同 很多人去做概念 概念没有关系 你做概念 当你做概念股票的时候 当你追得很高的时候 当它不对的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买房 好 一定要站在买房 否则 永远就是被主力咬着玩嘛 涨的时候你很兴奋 当然你买低是OK的 但很多人不是这样做啊 否则为什么很多股票 一直在往上冲 对啊 如果不是你在追 怎么可能股价一直往上冲 对 当初的利台为什么往上冲 因为汉逊涨到400块了 你不敢去追汉逊 所以你去敢追40块的利台 对吧 听到朋友是不是这样 400块的汉逊 你可能买不下手 或者你钱不是那么大 还好你钱没那么大 你钱够大的话 输得更惨 那同样的 当你钱够大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买什么股票 我觉得才是对的 买产业趋势嘛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为什么买华星科 为什么买日电帽 三月份的时候 那因为我买的是一个产业的 一个卖动 所以你会发现到 资金越大 你越要安全的 让它更安全才对 所以这叫坚持做对的事 坚持做对的事 有时候还蛮辛苦的 为什么 因为当它短期间 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这个市场的杂音就会出来 但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后面就一定会对 所以我用一个例子为例 好 比如说我问奇珍 当你碰到老虎的时候 你怎么办 赶快跑 赶快跑 对 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 都赶快跑 我告诉你 你赶快跑 就算你是音速小子 也跑不过老虎 对啦 跑不过老虎 希望他没看到我 所以不可 有一种说法 就是你要跑得比 对这个 你如果旁边有人 你要跑得比另外的快 对 你就不会受伤害 另外一个 我教各位一个方式 当你碰到老虎的时候 要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绝对不可以低头弯腰 背对老虎 你如果背对老虎死定 对对对 低头弯腰也是死定 他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羊 你很好吃的羊 是要正面迎击吗 对 这时候应该站直身体 然后把双手张开 让你觉得 让他觉得你非常庞大 然后眼露凶光 他看那么仔细 就是眼露 很凶悍这样 然后口中大喊 我不怕你 有种就过来吃老子 然后就 你这样大喊喊他 然后呢 这样会死得 比较有尊严一点 就会比较 其实是没救 但你碰到老虎的时候 没办法 没有任何的方法 对 但是重要的关键点是 其实我觉得 做股票也是一样 当你碰到了不对的时候 一定要跑 对啊 一定要跑 所以我 这时候不管优雅了 对对对 但老师刚刚讲得很好 就是旁边如果有别人的话 对 你一定要比他快 对 一定要跑得比他快 你才行 否则就麻烦了 哎呦喂啊 所以我想 一群老虎的话 你跑得比谁快都没有用 一只老虎还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想 基本上 不要到危险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做股票常常会有这些风险 对啦 太危险的地方 有时候我就明明看到 那个那个汉迅往上涨 那很多人就在 就会心会很痒 嗯 有没有 想要去追 然后呢 不敢追了 就去买那个落后的 也有这种操作 对都是这样 像青云 五三八六青云 很多都认为 汉迅涨上去了 去买青云 我告诉你 看青云从120跌到 剩下50块了 哦 还不知道会不会止跌 现在还在破底 当初不是很多人 跑去买青云吗 我记得有某大这个 这个这个专家 带领会员去买 当然他们跑掉了 他说他跑掉了 没有关系 我只跟各位谈这个观念 可是你害到谁 观众朋友啊 嗯 不是吗 好 那那很多 很多的投资朋友 是相信你的 长远的眼光 嗯 是没有跑的嘛 好 所以我想 我想我比较一个想法啦 就是 其实我跟 我曾经跟一个 同业谈过 我们在聊天谈过 是 我跟他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啊 你推荐的股票 其实我在改变 我的一个选股方式 我记得几年前吧 我买进了一档股票 六块钱买的 嗯 叫做盛华 哦 我当时跟你们都一样 我喜欢从低价股 把它做上来 嗯 结果2384的盛华 六块钱真的就涨上来 嗯 后来涨到了 30块我卖掉 但是卖掉之后 他又往上涨 我40块就把它接回来 嗯 然后涨到了60块 好 然后呢 然后60块跌下来之后 我跌破50块 我做停利 这是 这是我跟他讲 哎 我盛华 他问我说 操作最好的一个 一档个股 当时我跟他讲的是盛华 我忘了在几年前 三四年前 还五六年前 好 可是他就问我一件事情 如果说 你的会员撤退了 那当时他在涨的时候 你会不会一路看好 我说对啊 我一定一路看好 那观众朋友受伤了呢 嗯 听众朋友 你想一件事情 后来盛华怎么 下事了 对啊 嗯 所以 基本上有很多股票 大概都是这样 我还蛮感慨 所以我后来想想 对 我宁可去找一些 比较 比较优质的股票 老师真的是好人 想很远啦 嗯 没有 之前我跟大家都一样 就是喜欢做一些转机股 好 那 譬如说我做过什么 神机啦 拉11支 涨顶板 我好兴奋 然后这样 其实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就是你后面 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去 去帮助你的会员 跟观众朋友 或听众朋友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所以我比较喜欢 在某一个阶段 去买进某一个产业 比如说我三月份去买的 是被动元件 对 但是你三月份 就跑去挖矿 你跑去怎么做风车 当时被动元件 还比较寂寞 现在被动元件很夯 我没有做到那么满 我目前只剩下一档 这个华星科 后面很多 其实都卖早 但不管如何 基本上 也都利润已经好几倍 对 都已经涨上来 所以现在股价 已经涨得那么高 即使被动元件 将来还有机会 是 那有没有可能 它进入休息呢 这就是我要 跟各位分享的 所以后面的被动元件 我没有看坏 只是哪些被动元件 还有机会 那哪些被动元件 就不要碰 好不好 这个就是在 这一场的演讲会里面 会跟各位分享 我的题目定的是 被动元件 涨完了吗 对 好 我打了一个问号 谁将接棒继续涨 我也打了一个问号 我当然有我的一个想法 我的想法 如果被市场去认同的话 那现阶段 这些族群 或这些个股 它在低档 你让它去整理 都没有关系 对吧 都没有关系 因为将来它会反映回去 等待风气 好 所以我想 这一次的说明会 礼拜六 6月23号礼拜六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那你必须先加入 我的LINEA群组 成为我的好朋友之后 好同学之后呢 点击来登记报名 好不好 就是你加入LINEA之后 再从LINEA上面去点击 报名的一个程序 这样报名也很快 对对对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 对我们才能够控制人数 因为我发现到 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做股票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选股 你一定选的比我厉害 那老师怎么这么客气 真的 你在短线上面 一定比我厉害 比如说你选到了 什么股票又涨停 那是短线 你选到什么股票又涨停 但是当你在做 这一类的股票的时候 因为你不太在意 它涨了多少 对吧 因为市场有一种说法 叫黑猫白猫 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叫好猫 那我可以偷偷告诉你 现在猫都不抓老鼠了 它抓蟑螂 像我家养的那只猫 它就专门是咬蟑螂 在阳台咬蟑螂之后 就把它要开门进来 要来玩 所以现在的猫 大概都见不到老鼠 所以我想 我还是跟各位分享 就是短线 如果你真的手脚够快 那有一些强势 我真的可以做 我没有说不能做 但是如果你手脚 不是这么快 而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在看盘 你盯着一下不对 一下对 那个地方来做的话 真的要很紧张 那我们宁可在低档布局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低档布局之后 你就可以做你的事情了 我在低档 我可以重压 我在低档 我买得够低 我就可以重压 我可以在低档 去做一些布局的行为 所以我想 不管怎么说了 就是市场的操作 层面的人是非常多的 他分为好几种 投资形态的人 对 比如说有一种 像是雪姨 雪姨 叫大股东 王雪红 雪姨 这个大股东 了解 大股东 那以前喜欢做什么 宏达店 所以宏达店中到一千三 现在呢 他不做宏达店了 他做谁 又做威胜了 对嘛 没看到威胜那么强 对 不管他有什么 利空的消息 他的国家就往上走 这叫筹码锁定 之后往上拉 一种叫大股东 他最厉害 那第二种呢 主力 好主力 现在的大内高手 我们称之为大内高手 比较偏 现在比较偏保守一些些 这我目前看到的状况 是这样 那第三种叫什么 法人 就是投信啊 外资都是法人 他的能力是第三大的 然后第四大的叫什么 中石户 你现在看到大概都中石户 跟散户 第五个叫散户 你现在看到的一些个股 都很冷门的 往上跑 有没有 那就是中石户跟散户 追进去 好那所以他股价 在短期间也会很强 但这些中石户 或短这个散户 追进去的股票 他就比较偏短线 你不要以为是长线 好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就要了解 他们只是短线 针对某些个股 现行架构 转强了 跳进来买 然后呢 那么一旦不对 可能今天买进去 明天又卖掉 对 很多现在 现在有很多隔日冲大户 我们称之为小虎队 小虎队现在也转型了 真的吗 他们现在转成什么样 转型为大虎 没有 他就在原来的虎尾 这个 那个地方下单的部分 转掉了 都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下单 其实我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看得出来 那基本上你们就要理解到 有些股票的涨上去 他真的只是短线而已 好 你们就用短线的角度 去应对就行 是 谢谢老师提醒 对 因为 大户想要做什么 很简单嘛 我今天锁涨停板 我明天就是要卖给你 很多人看股票是什么 今天涨停板 明天就可以进去买 就是这样 有没有 那这种情况出来之后 就很多 包括外资也开始在做短线 我发现到有很多的外资 尤其 这个我可以讲 美龄 美龄证券 那个短线课 一进一出 一进一出 或者有人在美龄那边下单 那我不管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当充客 或者隔日充大户 是在那边下单 所以你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说 盘面的结构 产生不理想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做好 这个准备 我们做股票 不一定要满档 当我觉得盘面 不是很理想的时候 我大概就比较偏向保留一些现金 那我为什么该谈到说 我出掉了一些股票 那就是我要保留一些现金 那等待下一个机会来的时候 我再带你 重新的一个布局 好 谢谢老师的提醒 从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觉得 老师是一个很有良知的一个老师 那么 即使已经呢 想方设法的 针对于基本面的部分 还有他未来前几年部分 做很多研究 可是呢 盘式或者是呢 还是有很多产业讯息 是会更新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 都会讲说 你要持续的 有老师的light 因为老师上面会有一些提示 那我们的节目也是 因为产业的资讯 也是会有变动的 那会影响到蛮多的 那所以呢 不是说听了一集之后呢 就年底再来听了 然后就说 我股票怎么没有赚 那老师呢 已经很尽力 那希望大家呢 也要持续的支持老师 或者是呢 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我们杨天迪老师的分享了 谢谢你 谢谢习生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老师即将在礼拜六 举办演讲 早上呢 是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欢迎听众朋友 加入了老师的light 在线上直接登记哦 light的ID是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任何疑问 再来电咨询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票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 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 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26号 好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是市场当中的 资深分析师 华信投顾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政好 大家好 是林德燕 好 台股呢 昨天震荡之后呢 中场加选指数 昨天是小涨了23点 而在今天的部分呢 就持续的再上涨了一点点 好 那么老师 在前几天 还有廉价期间 有提供给大家一份资料 那么上面呢 老师有提点到40档 就是涨多的 而且呢 就是比较危机的 就是所谓的地雷股 希望大家有避开 而老师这个涨上来的时候 其实老师是提醒大家 逢高要卖对不对 好 今天盘面上有哪些重点 或者是在操作部分 给我们听众朋友 什么样的提醒吗 好 请教老师哦 好的 台北股市昨天 果然守住半年线 礼拜三守半年线 10842出现反弹 收盘的时候 是收在10923 涨了23点 你看我在礼拜二 林银在礼拜二 台北股市大跌183点的时候 我就已经率先预告了 里面都是见证 其中也是见证者 我当时在礼拜二 大跌183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 两天内 加权指数会守半年线 开始出现反弹 我有这样说吗 有 有写 结果果然昨天又出现了 昨天半年线守住之后 很快的弹上来 从低点到高点 整整涨了100点上来 我在看大盘有准 这是市场公认的 我看大盘的准度 是市场公认的 你看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部分 欧美股市其实就晚上不强啊 德国昨天只小涨17点 法国是小跌18点 那当然17点18点 这个都不多 昨天道琼下跌42点 42点也是没多 只是不够强 昨天亚洲股市的大涨 美国竟然只是小涨 甚至于道琼还小跌42点 所以美国股市不够强啊 可是这里面有一点 反而是比较好的 也是让今天台北股市 有机会强力弹升的 就是NASDAQ 昨天NASDAQ涨了0.73% 而且再创历史新高 这个就很够力了 这个对台北股市影响 就还蛮大的 另外 费腾半导体的部分 昨天也涨了0.51% 所以这个是支持台北股市 今天强力反弹的主要原因 但强力反弹最后结果 还是只剩下13点而已 盘中是比较多了一点 盘中台北股市 是一度涨了60几点 可是我昨天跟大家提醒过 这个只是怎么样 这个只是跌升反弹而已 各位 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这只是跌升反弹而已 你不要人家说受伤之后 肩皮就不会记得疼 什么意思 行情在跌的时候下得要命 可是稍微一反弹 你又完全放松了 忘记之前在跌的时候 你弄恐慌的心理了 完全又忘记了 千万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把大盘的方向搞清楚 到底它是一个涨的趋势呢 还是一个跌的趋势 那目前是在涨跌之间 它到底是反弹呢 还是又要开始涨 这个你要搞懂 否则就变成瞎子摸象 随时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守半年线之后会反弹 可是是反弹而已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陆又大跌 今天深圳又大跌1.3% 香港今天也大跌了快200点 南韩今天也跌了0.67% 这个跟台北股市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一开盘之后 加权指数最多 涨了64点的时候 我马上发提通讯 他跟我的会员讲 加权指数所半年线 涨上来 这个只是板弹波 月线跟11100点 不容易过 所以如果不是超强股 千万不可以急着去乱追高 这是今天我跟会员讲的 酒果完慢慢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收盘剩下小涨13点而已 今天在涨64点的时候 我的助理就问我说 老师今天强胖初级 你要花多一支 我说今天强胖初级 再休息一天吧 为什么又休息 已经连续休息两三天了 我说没有把握就不要急 风太大 为什么叫风太大 今天不是风太大 今天是投手软弱无力 因为成交量只有1300亿 你看前两天在跌的时候 成交量1700亿 1800亿 跌的时候量那么大 结果好不容易弹上来了 我量身上挡起来 可见得量是不会骗人的 可见得很多人不敢去追高 那既然投手软弱无力 那丢出去的球 这种小便球也不好打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很坚持原则的人 如果没有把握 我不会轻易动手 你看今天早盘涨六几点 你落败 那瘦盘剩下小涨13点 那是不是很多股票 早盘开高追上去 到最后尾盘又吐下来 又吐了回来 那也是百忙一场嘛 对不对 所以股票投资不要急 对 不要急 那今天很多股票 你仔细看 今天虽然说只小涨13点 可是OTC是涨了1.2% 可见得今天 中小型股有些也还是不错的 中小型股有些也是 涨了7%8%也都有 可是你仔细看啊 很多事情不是看表面 懂我的意思吗 今天涨7%8% 并不代表说 它就是一个很强的股票 你仔细看今天涨7%8%的股票 很多都是之前大跌的个股 很多都是之前大跌的个股 那大跌反弹 那也只是跌升反弹而已嘛 是不是 也是跌升反弹而已嘛 我随便举几两个股 给你看 你看加金 老师今天加金起6% 很强的 可是加金从93.4% 跌到75.6% 不过短短4天时间 93.4% 下到75.6% 4天时间20%不见啊 那跌了20% 反弹了5% 上面还是套很多人嘛 对不对 还是跌很重嘛 你看今天3532的台胜科 台胜科会老师没败哦 今天起4块盘哦 台胜科 短短这一个多礼拜时间 从181元 跌到剩下128元 会对百倍败到全百里呢 才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30%不见了 100万 30万不见了 高档你留我没有卖的人 那怎么办呢 台胜科从180 跌到剩下128 近前在起的时候 起点很重 哦我有买台胜科 那现在跌下来 大家都不敢说了 很快的一个多礼拜而已 回到起掌点 那你说今天涨个4块半 涨个3块 涨个3% 那又算什么 那前面还套了快三成啊 今天另外一档 环球经 6488的环球经 老师环球经给你去 22块呢 很多的呢 22块也不过才4.5% 你看最近 这一个多礼拜时间 环球经从 642 跌到剩下473啊 短短一个多礼拜 170元不见了 27%呢 跌掉27% 你反弹个4%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不要单纯 只是看今天 你要纵观全局 你要看整个情况 今天很多大涨的股票 都是最近大跌的个股 那这些都 都是跌升反弹而已嘛 对不对 你高档没有卖的 那现在你还套得很严重啊 那你再继续加码买 那如果 他反弹完之后 再继续跌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操作股票 会向外 你一定要会向外 你不可以说 做股票没啥呢 买了都不卖 买了都不卖 那你有多少钱可以买 操作股票一定是 有买进有卖出 有买进有卖出 这是零和游戏 这不可以停的 股票投资一定是 买进卖出 再买进再卖出 再买进再卖出 你一旦停下来 买了不卖 那你的资金都卡住了 那最后就是套牢了 所以这是不行的 你看上星期 零和宴全力在卖股票 你们都知道 我上礼拜全力在卖 2915任太全 我也费14块 8429经历 但经历卖掉之后 它也没有跌很多 可是赚40%放口袋 有什么不好 2408南亚科 我们没得97块 跌到剩90元 很漂亮 2344华邦店 我们卖21的 卖完之后跌到18.9 也很好 也跌了十几%下来 4114的剑桥 我们没得41块 卖完之后 它也掉到32块钱 也2块钱 2块钱也多少 7%去 8358经居 我们也逢高卖了 卖了之后 也跌到40.6 昨天卖6180的橘子 昨天卖77的 当天就跌到72.6 当天一卖 马上它跌了5块钱 所以股票会购 你一定要会购 会买你一定要会卖 这样你才有钱 再做下一次的投资 你要懂得获利要兑现 有时候操作股票买进赚钱 那是账面上数字 你如果不会把它兑现 放口袋的话 那往往是 报上去又报下来 你有这个感觉吗 股票扑起又扑下来 然后到最后 哇一场空 是不是经常会这样子 所以卖股票学问 你一定要掌握好才行 你上星期没买 上星期没有卖 掉下来之后又继续买 回完 又不是都开银行的 买不完 一直买买不完 对不对 钱总有用完的时候嘛 是不是 你看前两天有一个会员参加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前面那个老师都叫我买一层 我就跟着买一层 然后每次下支股票出来又买一层 我又傻傻的跟他买一层 结果他喊了二十几支股票 那么多吗 我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我没有二十几层 我全部加起来只有十层而已 你买了二十几支都买一层 我没有二十几层 那太夸张了 我听人家就想笑你知道 股票投资把它当成买房子 一层一层买 买摩天大楼买了二十几层 那是不同的字 那有些资金少的 大概一百万的 一百万其实也不错了 那你叫他买一层 他只能买十万 你又叫他两百几块 老师我买不起 一层只有十万而已 那那个 那个老师怪怪的吧 我觉得有些老师 在带会员操作 这个很离谱 因为不同资金 当然不能每一档股票都买到 你看刚那个会员参加 他资金三百多万 其实三百多万不错 对啊 三百几万 你有做三支股票就好了吗 对不对 一支股票一百万 一百万一百万 很简单的啊 你看论泰权 对不对 我们五十四块钱买的 他可以买个二十张啊 那我们六十四卖掉 他是不是二十张 就可以赚了二十万 另外六一八零局 我们六十五买的 他也可以买二十张啊 那我们在八十块钱卖掉 他是不是可以赚三十万 二十张就可以赚三十万 那另外金利 十九块钱买的 一百万 他是不是可以买四十张 那买四十张 我们在二十六块钱卖掉 四十八 是不是又赚四十万 那这样二十万加三十万 加四十万 是不是就可以赚九十万了 三百万 一股的 赚九十万 那就很简单 很好的啊 何必一层一层买 又不是买房子 买大楼一层一层买 所以操作股票尽量简单 二要 不要乱 这个行情反弹上来 还没结束哦 我说什么还没结束 回档修正的二十五天 还没有结束 所以反弹 这几天结束之后 还会再下来 到底这一波二十五天的修正 会跌到什么时候 会跌到什么位置 你要知道啦 如果下面只有一两百点单 你就不用担心嘛 可是下面假设 我说假设啦 如果下面还有五百点呢 你怎么办 你要事先知道 我在这个礼拜六的讲座 我就要告诉你 这一波修正 会修正到哪里 哪里才是真正的好买点 昨天还没有报名的 今天反正先来报名 好 谢谢老师的提醒哦 好 刚刚老师提到了这个 这个非专业的飞行师 真的是太over了 怎么可能买那么多档呢 好 那一定是选错人了 好 那不管怎么样了 如果持股上有问题 欢迎持续锁定 而本周六老师的演讲 好好地把握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 如果还没有报名的 请动作要快 本周六的演讲会哦 预约登记 02239 239 88 02239 239 88 各国有问题 也欢迎来电沟通 好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好 那么台股呢 这两天呈现了一个反弹 老师说这是反弹 那么在这个操作的部分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把握机会了 那么如果有一些个股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第一个就先不要去介入 而如果你有一些逢高的个股 不知道如何来进出的话 也可以跟老师这边连洽 好 那么当然本周最重要就是礼拜六老师的演讲会 透过了时间密码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哦 这个接下来台股呢会跌到 或者是修正到何时 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买点哦 那么又有什么样好个股值的留意 大家好好把握 礼拜六的时间哦 好 那么接下来时间赶快再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 昨天是守半年线 然后强力反弹 我在礼拜二跌183点的时候 我已经预告了 两日内守半年线强力反弹 昨天果然就出现了 那昨天守半年线 10840点 弹上来之后 今天来到10992点 哦很快啊 两天弹了150点上来 可是记得这只是反弹而已 你看下半场又压回来 剩下小涨13点而已 大陆股市今天大跌 深圳大跌了1.5% 香港也跌了200多点 所以大陆股市的下跌 其实是还没结束的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为什么说他只是反弹而已 我跟你讲 这个礼拜很多分析师在办演讲 可是你去听的老师 他一定都告诉你 快买这支 一定叫你赶快买股票 领头院要帮你们踩刹车 股票市场不是只有多头啊 股票市场一定是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它是有规律性的 我在研究时间密码 研究时间周期 我跟大家分享过 从去年10月到现在 台北股市的每个波段 大概都是24天 25天的循环 我之前有把时间密码表送给大家 我简单这样形容 你看从过年前 2月9日 涨到3月22日 正好24天 3月24建高点之后 开始一路盘跌 跌到4月26号 也正好又是24天 所以当时在中美贸易战 跟台积电法术会之后 台北股市从1万1千点 杀到1万0500点 很多人都说年限一定破 当时你那边跟大家讲 跌到第24天25天了 夹一点的欢赚 马上就会涨上来 也就讲完之后 是不是5月份 一路大涨到6月份 差一点点创新高 那当时落了两只脚 从第二只脚 5月4号开始算的话 涨到6月7号 1万1261点 那天正好又是第25天 所以当时就跟大家提醒了 25天要注意 25天要小心了 我怕你们听不懂 我直接卖股票给你们看 我上个礼拜 是不是一整个礼拜 都一直在卖股票 一直在买股票 一张股票都没买 一张都不买 一路卖 你看卖完之后 是不是直接杀下来 从11261 昨天来到10969 落400几点来 那既然行情这么规律 都固定在走25天 那现在才跌一个多礼拜而已 这次25天的下跌修正 要不然结束嘛 所以你不是要一直急着买 你要知道说 他这次修正 会修正到哪里嘛 懂意思没 如果下面修正的空间 假设啦 只剩下一两百点 当然你就会更放心嘛 可是假设如果 下面修正的空间 我说假设啦 如果还有500点呢 那怎么办呢 你去听其他讲座 他叫你赶快买 那买了之后 你头就很大啦 是不是 有时候操作 买卖停 买卖停 那个停是个艺术 甚至于行情 在修正的时候 你也可以放空啊 放空也是可以赚钱的 甚至于还有很多 ETF也可以运用啊 你看我上个礼拜 叫会员买 00632RT50反1 这什么东西啊 这就跟加权指数 颠倒走的ETF 我们上礼拜是 12.30买的 那今天 押回来 我们又叫会员 12.50买 那今天收在12.55啊 这也是一种 赚钱的方法嘛 股票市场不是一直 只有买股票买股票 有很多成熟的方法 行情如果要回档 那你做放空也可以啊 我知道这个市场 大概十个老师里面 有八个从来没做过空的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教你 他唯一能够带你做 就是买股票 买完之后再继续买 啊如果套住 啊又嫁锁不得不要怎么 那你就跟上一条而已啊 啊林何彦是多空都很熟练 像今天我们趁大盘弹上来 我带会员空了四只股票 四只里面有三只成交 那一只做没错因为价格没来 有一档 趁他反弹上来的时候 趁他涨5%的时候 我们下去空 空完之后 哇差一点跌停板啊 从涨5%打到快跌停板 那只股票价格还蛮高的 我扛150块的 还蛮贵的 啊为什么我要空 去年连赔两年 今年第一季才赚一毛钱而已 我就说哪一只 那四十档 四十档地雷股里面 就在那里面 你有索取的 你进去找一找 你就知道我在说哪一档 我今天涨5%的时候空哦 空完之后快跌停板 一天就赔15% 那另外两档 也是去年都赔钱 今年第一季只赚一毛钱 啊股价哦 高价起到六十几块 那也太厉害了 那这两档我空了之后 收盘也在我成本附近 要放空哦 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 其实你不一定要做 可是你要懂 股票市场有做多 有放空 你要了解放空的技巧 如果不会放空的老师 他没有办法教你 他说不这所以然 所以这次我的演讲会里面 除了告诉你 你这一波的修正 会修正到什么地方 才是最好的买点 让你知道 到底会修正到哪里 有个目标区 好 较不过说 傻傻一直买 叫我怎么拖了整首 另外一个 我会教你放空的五步曲 放空要注意到 五个重要的关键问题 这五个问题 你都知道了 那放空操作 你就很顺手 不然的话 有些人要放空 结果空不到 没办法空 想做不会做 这样就很可惜 所以这礼拜 演讲内容很丰富 务必要来听 因为实际的关系 没有办法 跟大家畅所欲言 其他重要部分 我们全部保留在 演讲会场 大家要进来报名 好 在个股部分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还有老师呢 对于趋势的一个看法 时间转折的部分 时间关系 房屋进行到这里了 感谢华星投顾 林河妍总顾问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 如果还没有报名 老师礼拜六的演讲的话 欢迎哦 赶紧利用工商服的电话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